哈喽,大家好,我是辣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FB,追蹤BB,還有提出 好,天天節,台服 手遊台服齁,在今天有公告 練小線 有在自己練小線篇的資料片 的內容齁 主要就是 練小線 然後念彩城跟艷士霞 那這三支呢 念彩城是送的 那再來,這邊應該有寫啦 這要抽卡的話是這個 信夢人生,那信夢人生就是兩支 對不起,信夢人生是那個 了在之夜的故事 活動劇情故事 那,限定召喚的話是 拿諾倩影,那就是 艷士霞跟念小線 那我必須說啊,在 陸服的部分呢,艷士霞 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不用抽 那基本上只要抽 念小線就好了,如果你只要一支的話 抽念小線就好了 那念小線最大的測試是什麼 主要就是天賦的部分 那天賦的部分 那天賦的部分是 你三個範圍內有存在一個 友方的隊友的話 自身提升5到8%的傷害 跟法術免傷 然後再來就是 呃,三個範圍內有大於 兩個人的隊友 三個內,對友方是叫孟海 孟海是 你遭受 氣血大於80% 遭受範圍絕水 降低50% 這個很重要 因為像 一萬關月的boss 會放一些範圍器 很痛 那可以用念小線的方式去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 我記得念小線有個大招 他的大招可以封敵人的那個被動吧 我印象中是這樣 這個大招 非常好 所以念小線基本上 我是 蠻推薦抽的 蠻推薦抽的 那驗世俠的部分 大部分都單體技 那 根據在 看 有玩陸服的觀眾 有跟我跟大師 有討論到 驗世俠基本上 就是 不值得抽 我先跟大家講結論 那招式 我會覺得做的蠻帥的 那 如果你喜歡念世俠的這個角色 那你抽 比如說紀念 OK 但是真的要 實用性的 念小線 好就這樣 OK 我就覺得念小線不錯啦 不過念小線大部分就是 以手為攻的定位 他 你要跟他攻擊也是OK 但是 我通常拿念小線來 就是 保護友方 就是防禦型 防禦類型的咒勢啊 我對他的定位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活動劇情的部分 那 念小線篇的活動劇情 我個人覺得還算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去欣賞這個 活動劇情啦 然後 他有語音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欣賞一下 好嗎 好 那 神明畫真開放 呃 開放的誰啊 看一下 6月9號 會更新 喔對不起神明畫真應該已經開放了吧 還是還沒有 應該已經開放了吧 然後 喔 開放的英靈啊 古倫德 冰璃 丹音 動腰 OK 初環 好 那我應該先把冰璃 欸等一下 還沒開放啊 我一直以為開放了 台府到底開放了沒有 因為我是還沒用 應該開放了吧 因為有九毒塔可以擋 應該是開放了 喔不管啦 反正 就是這幾個英靈可以用啦 就這樣 然後 優化的部分是 遠征討伐收銀等級上限難度提高 部分文字修改之類的 然後會有一些 這套片更新的獎勵是十字印五顆 大家去登錄一下 登錄一下 然後限制活動 官方積極的 這個是 小鮮的時裝 還有逆才城的吧 喔沒有沒有逆才城喔 喔 厭世俠的 無俠劍 無夾劍跟 內小鮮的筆石花好 通關文碟的部分 ok然後抽這禮包 基本上 不用買了 不用買 喔這邊有個內小鮮的東西 看一下 顧上風座 然後 風隙 這個是法公加十八 群體絕學 喔 舌頭銀劍 這個好像還可以啊 這個好像還可以 可是這個是 哪一個是限定的啊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個視頻覺得有點爛 免疫顧商跟風座 顧商我覺得 還好 風座 嗯 風座是 可以的啊 可是我覺得買這個好不值得喔 對 我是不會買啦 我是不會買啦 除非你用打PPP的 呃 我覺得你用打PPP應該也不用買吧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啦 好 不過取決你合不合得到視頻啊 那我個人是沒有打PPP 所以 我自己是 不會去買這個東西的啊 因為覺得 沒有到很好 好 那剩下的都是一些材料部分啊 那我是覺得 材料慢慢打就好了 如果你 現在應該很少人 還有人在拼PPP嗎 如果有人告訴我 我再幫你看一下 哈哈 不過目前收看我的觀眾朋友們 嗯 打PPP的人是比較少一點啊 所以我這邊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打 所以這邊就是 以劇情為主 劇情為導向的 畫 那我基本上可以不用 不用買 不用買真的不用買 你的能力 絕對是可以打過去的 放心吧 不用特別買 好啦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那主要就是 這個 活動的 劇情活動的連動啊 這算連動嗎 應該是算了 了在自已的 那這部分我蠻推的 因為 他的活動劇情真的很不錯 真的不錯 給大家可以去 呃 趕快回來玩一下好不好 好 今天介紹到這邊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 TwitchBilibili還有幾次Go 感謝各位請求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